你跟我回宫 难道只是为了今日吗 我没下毒 陛下对你恩重如山 你为何要毒害陛下 不说是吧 那我们就来好好说说你的罪众 罪其一 薪酬不分 为了仇人害了亲人 还妄想一语不发 消极抵抗 罪其二 自不量力 你若死了 也没人会在乎你 罪其三言而无信 你跟我回宫 难道只是为了今日吗 我没下毒 肯招了 我想明白了 若是我无故蒙冤二死 岂不是太远了 既然不是你下的毒 那是谁下的毒 我若是知道 就不会在这儿了 写 既然你不知道 那我帮你好好回忆一份 家宴是由谁来负责 东宫 各府分别向陛下献菜 得有何人献菜 太子 庄王 还有我 太子殿下准备了什么菜 点心 陛下喜欢吗 好好回忆 事无拘心 陛下自是喜欢 不错 太子殿下还是一如既往的周到 就连用点心之前的灌手水 都是亲自准备 还特意添加了碎寒三有 碎寒三有 京东不雕 银寒而开 请父皇灌手 静候春来 三殿下准备了什么菜 三殿下亲自骗的鹅 听说刀还是特织的 是特意从府中带来的 这把刀也是特配的 请父皇品尝 鹅肉肥美 那你呢 汤哥 殿下与三殿下如此之费心 你却只准备了汤羹 菜阳奴婢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是白果芙蓉羹 您今日一定要处处小心 万万不要再冲撞陛下 陛下喜欢吗 他还亲自添了一碗 陛下真是对你偏心啊